一,做一个向日葵,足,专于发现微小幸福,也没有太大野心,容易发现事物好的一面,抗压力耐击打,拥有感恩的心,和对生活充满热情的阳光天性,嘴角习惯性上阳15度,永远像阳光般灿烂。 二,所谓坚持,不是自处寻求安慰后的坚持,不是需求鼓励后的坚持,不是被人说服后的坚持,而是无论如何,牙碎自己吞,流泪自己擦,摔了站起来继续走,真正的坚持,和别人永远发生不了关系,纯靠自己每日擦拭,不要逢人便说,请鼓励我,我会坚持下去的。 三,不管你现在是一个人走在异乡的街道上,始终没有找到一丝归属感,还是你在跟朋友们一起吃饭开心的笑着的时候,闪过一丝落寞,不管你现在是在努力着去实现梦想,却没能拉近与梦想的距离,还是你已经慢慢的找不到自己的梦想了,你都要去相信,没有到不了的明天。 四,一个人,半年之内混得好,是运气,五年之内混得好,是能力,二十年之内混得还很好,是哲学,四十年之内若还是混得很好,那叫命运,没有人有空,有心情去认真的磨你。 不要等别人把你磨光,好命运是自己在发光。 五,人要先学会崇重,再学会与众不同,先学会复杂,再学会简单,先学会爱自己。 再学会爱别人,先学会爱亲人,再学会爱朋友,先学会怎样生活,再学会体验生活,先学会做人,再学会做官,先要求自己,再要求别人,先学会适应,再学会独立。 六,不要追求什么结果,每个人结果都一样,就是死亡,不要后悔,无论怎样都不要后悔,因为这会摧毁你的自信,自尊,以及很有可能,让你去做一件更错的事。 成功没有快车道,幸福没有高速路,所有的成功,都来自不倦的努力和奔跑,所有幸福,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。 七,人生很短,不要活得太累,在人生的旅途中,我们要活好每一天,就必须学会简点,在生命的历程中,我们要使自己快乐,必须拥有坦然,以真诚为无,才会有快乐的明天,一坦当作吧,才会有小嫂的一天。 八,平凡的生活,懂得珍惜美好,紧握手心里的暖,用不乱于心的淡然,欣然每一个日出,释然每一个日落。 八,让心舒展,让生命获得如风般轻易爽冷的舒适自由,生活幻觉就会多些色泽光彩,怀着一颗平淡之心体为生活的美好。 九,人生是一盘棋,紫握落定就不能返回,生活就是你微笑一下,然后再去回味,生活也就是你痛苦一会,休息一会,然后再去砸掉眼泪,最后才明白,生活就是哭了泪了,继续活,早安。 三,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找一个快乐的理由,正是在平淡中我们感悟人生的真谛,在风雨中锻炼我们的坚强,人生正是因为在酸甜苦辣咸的浸泡中走向了深刻,更加富有内涵,早安。 十一,人对你好是福气,对你一般是本分,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,所以不要带着求回报的心理付出,谁也不是谁的义务。 所以珍惜对你好的人,对你好不是因为付出,只是我愿意,如此而已,所以不会伤人不会伤己。 十二,人生活的是过程,过程的精彩才是真实的拥有,人,用了物质才能生存,人,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,脚步不能达到的地方,眼光可以到达,眼光不能到达的地方,精神可以飞到。 十三,人生,选择了复杂,就是选择痛苦,选择了简单,就是选择快乐,失去的风景,走散的人群,等不来的渴望,全都停靠在缘分的尽头,何必太执着,该来的自然来,要走得留不住。 十四,人生,顺其自然就好,心安自然快乐,当你看淡了诗,无畏成白的时候,翻到顺风顺水,遇难成祥,人生最宝贵的,就是有一颗平常心,远离混浊,平静如水,不为世界五色所获,不为人生百味所迷。 早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